大家好,我是Trici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阿仕奴主場對水晶宮的英超比賽會星期六晚上開打 水晶宮過五次座客,取得兩和三苦 之前四次座客遊長球場未嘗一勝,最近一次輸1比4 今朝遊長球場之行,在客場毫無戰得力的水晶宮今朝應該是空多吉少 今季英超實施輪流休息的揭冬期,每週只安排五場比賽 所以每支球隊都得到兩個星期的短暫休息 雖然時間看起來不長,但可以休息總比每個星期雙賽要輕鬆 教練組亦很好用這段休息時間來回顧一下2023年的表現,並找出改進的方案 始終阿仕奴年底的最後五場英超比賽只是擊敗過百里頓 其餘四仗一和三苦 加比爾至西斯恢復訓練無疑是阿仕奴在揭冬期所迎接的最好消息 並有望今場面對水晶宮的比賽復出 這位賽季至今貢獻七球,交出三次助攻的前鋒 會回歸,無疑是大大增加了阿仕奴的贏面 作為風扇核心,布卡約沙卡生涯八次面對水晶宮交出兩球一次助攻的成績 中場夏威斯、前鋒馬田利利生涯七次面對水晶宮,分別貢獻兩球兩助攻,並且還入國三球 擁有這些擅長攻破水晶宮球門的球員,相信阿仕奴金將有力敲響主場勝鼓 陣容方面,傅安建陽和中場艾蘭尼要為國出戰 另外,後衛天巴和中場柏迪都受傷,要缺陣 至於另一邊水晶宮,上將和愛華頓的足總盃第三圈重賽中 水晶宮作客一球落敗、慘租、淘汰 毫無疑問他們是足總盃重賽規則的一位受害者 多踢一場比賽,那就嚴重影響球員的體能 何況,還未能取得勝仗 英超層面上最近一輪水晶宮在伊斯 和梅開爾道的奧利斯達令之下以三比一戰勝奔福特 僅僅是他們近九輪英超唯一獲勝的比賽 何況,今仗奧利斯仍要因傷缺陣 季初,水晶宮狀態都可以擊敗過萬聯 但從去年十月份開始,就常常與這些勝仗無緣 這三個月的時間內只贏過兩場比賽 加上剛剛贏奔福特的場次在內 現在水晶宮只領先降班區域勞頓五分 今仗迎戰阿仙奧對水晶宮來說並不是好消息 始終之前十次與他們交守者贏過兩次 取得兩勝四獲四虎 而過去二十次交守者贏過三次 在對賽往績上阿仙奧呈呈呈一面倒的趨勢 另外,對內助攻王佐敦阿優目前出戰非國盃 要決陣今場比賽 而回過首循環的交守 水晶宮主場一球是輸了 但最近一次助遊獎球場是1比4慘敗 沙卡當時能完成回開二度 面對滿腔路火急需要法事的阿仙奧 心理層面處於下風的水晶宮 今鋪難記口望 陣容方面中場杜歌利和後衛可丁都因傷缺陣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由於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